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我觉得自己很棒 我觉得自己很棒 有些人爱我 爱的就是我这个样子 我不用和其他人一样 比如和他们一样高 或是做同样的事情 我就是我 这样很好 我是某些人的朋友 有些人喜欢我 喜欢的就是我很棒 我不必事事第一 我也不必是最好的 我所要做的只是尽我最大的努力 有些事对我来说很容易 有些事对我来说很难 但是这都不要紧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画的画或是我做的手工 和别人的都不一样 有些人就是喜欢我画的画 喜欢我做的手工 我是某些人的小帮手 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感觉好极了 我喜欢交新朋友 我还喜欢学习新东西 如果我没有做对 我会再试一次 我觉得自己很棒 亲爱的小朋友们 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每个孩子都有与生俱有的特质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要相信自己一定是很棒的 我会再试一次